距离地球约26000光年的银河系的中心 有一个称为人马座A的超大质量黑洞 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万倍 最近一项新的研究提出 围绕银河系中心黑洞旋转的一群特殊的恒星 可能通过在不断捕获和摧毁暗物质粒子而变得不朽 通过使用计算机模拟恒星演化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恒星在极其接近黑洞的轨道上运行 有的轨道距离黑洞 近几光石到几光天 与我们太阳系的尺度相当 它们的引力捕获的暗物质粒子 可能经常在恒星内部相互碰撞并湮灭 转化为普通粒子的同时 释放出大量能量 斯德哥尔摩大学粒子天体物理博士生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伊莎贝尔约翰提出 这个额外的能量来源 可能维持恒星的稳定性 即使在其常规的核燃料供应耗尽之后 也可能使其不朽 天文学的传统理论认为 恒星通过核聚变燃烧氢元素 与由引力产生的向内压力相平衡 保持了恒星的稳定平衡 然而许多在银河系中心黑洞附近 发现的恒星 似乎比恒星演化理论预测的要年轻得多 为了调查这个谜题 研究人员测试了这些恒星 是否能够从被认为存在于 银河中心的大量暗物质中提取能量 约翰说我们的模拟显示 如果恒星能够收集大量的暗物质 这些暗物质在恒星内部湮灭 这可以提供类似的向外压力 使恒星因暗物质湮灭 而不是核聚变而稳定 因此恒星可以使用暗物质作为燃料 而不是氢元素 重要的不同在于 恒星会耗尽它们的氢元素 这最终会导致它们死亡 另一方面 银星附近这些恒星 可以持续地收集暗物质 这项研究于5月 发表在预印本服务器R14上 尚未经过同行评审 恒星演化是一个研究充分的课题 恒星的年龄 光度 大小和温度之间的关系 已经通过理论和天文数据 以高精度推导出来 然而 最近的观测显示 银河系中心附近恒星的属性 违背了普遍接受的恒星演化理论 我们银河系最内层的恒星 及S星团的恒星 展示了一些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系列属性 目前还不清楚 它们是如何如此接近中心的 那里的环境被认为对恒星形成相当敌对 约翰解释说 它们似乎也比预期的要年轻的多 如果恒星是从其他地方移动到那里的话 此外 似乎意外的有很多重恒星 S星团恒星的这些奇怪属性 可能由它们内部的额外能量来源来解释 例如 这个额外的能量来源 可能允许恒星以更低的速率燃烧氢元素 通常的能量来源使它老化的更慢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 在他们最近的研究中 约翰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蒂姆灵灯和斯坦福大学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利贝卡克里恩一起提出 这个来源可能是暗物质粒子的湮灭 这个解释与在银河系中心 也就是观察到这些奇异恒星的地方 暗物质的数量被认为更多这一事实相符 在银河系的大部分区域 暗物质的密度不足以影响恒星 约翰说 但在银河中心 暗物质的数量非常高 可能比地球上高出数亿倍 为了测试他们的假设 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计算机模拟 模拟了一个被暗物质云包围的 恒星的生命周期 其密度与银河中心的密度相匹配 他们假设暗物质由弱相互作用的 大质量粒子组成 这是暗物质成分的主要候选者之一 由于暗物质粒子尚未在实验室实验中被发现 它们与普通物质的相互作用强度 以及它们相互湮灭的速率是未知的 但研究表明 对于这些量的特定值 基于暗物质的能源生产机制 完美地解释了S星团恒星的观测属性 然而为了确认它们的解释 作者认为需要在银河中心附近 发现更多的恒星 此外必须进行更精确的 已知恒星参数测量 以便可靠地将观测结果 与理论预测进行比较 研究人员表示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使用智力的甚大望远镜 或夏威夷的凯克天文台 进行这样的观测 对S星团恒星更精确的观测 将为我们提供更多 关于这些恒星和正在进行的过程的信息 约翰说 这将显示观测结果 是否与我们的模拟一致 或者对它们不寻常属性的其他解释 是否变得更加有利 这将显示观测结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